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8日 今天要講兩宗新聞 這兩宗新聞都是與民族主義有關係 第一宗就是Angelababy Angelababy在情人節當天就說 在微博說 聽說今天是西方人的節日 還好我是南方人 祝大家初三快樂 講完這宗之後 大陸微博上有一個導演叫劉遜達 就拋棍他 他就說 他為什麼還在用羊名呢? 他明明是中國人 是上海人 卻一直用著羊名不知情的人 還以為他是西方人 是洋人 他既然知道反感西方人的羊節 劉遜達環希望 他也能知道反感自己的羊名 用回自己的中文名 他就說Angelababy是反感西方人的節日 看Angelababy的微博就不像是 他說今天是西方人的節日 還好我是南方人 很明顯這是一個難解 但是劉遜達卻是說 他應該是反感自己有羊名的 當然香港是華洋雜柱的地方 我們以前小學或者讀中學的時期 老師也要求我們去改羊名 沒有羊名很不方便 但是如果從民族主義的角度 我真的認識一些人 堅持不改羊名 甚至乎我以前認識一個人 他到了澳洲讀博士 都是不改羊名的 那麼 我認識一個人他姓黃 他的名字後面有一個珠字 C-H-U-Ju 那些人就叫他做Mr.Ju 他說不是啊 我是Mr.Wong 因為他是把王子放在一開始 但是英文的原理就是 Lars Lamb才是他的姓 所以他每一次都要跟別人解釋 我們又問他為什麼不把你的名字 調一調位 把你的Lars Lamb放在後面就可以了 把你的姓氏放在後面當Lars Lamb 他說我們是中國人 行不改名 就坐不改姓 當然 你問我 這些民族主義是不必要的 這些叫峽崖的民族主義 正如西方人來到香港 彭定康 馬卓安 戴卓爾 這些全部都是 不是純粹跟英文譯音翻譯的 他們都改一個中文名 方便香港人 方便中國人 記起他們 而我認識的很多西方漢學家 都會改中文名 譬如說 Joseph Liedam 可以改成李若瑟 John King Fairbank 可以改成費淨清 Mary Wright 可以叫做瑞瑪莉 我還認識一位法國漢學家 他的羊名叫做Leon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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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改了名叫做汪德埋 所以其實改羊名 或者洋人改中文名 這個和民族主義 峽崖的民族主義當然是衝突 但是從廣義的人民主義 Humanity 你改一個羊名 或者洋人改一個中文名 中國人改一個日本名 比如說孫中山 又叫做中山潮 其實只不過是對別人文化的一種尊重 希望更容易跟別人作為交流交往的一種工具 所以理性來說 人民主義應該凌駕於民族主義 這樣的話 世界才會更加和平 人與人之間才能夠得到更多的尊重 往往打出一些民族主義 狹藍的民族主義旗號 說中國人不應該講羊名 這些是義和團式的思維 不過說起西方人改名 的確沒有中國人這麼博大精心 中國人改名很多時候 除了說五行之外 還有很多 譬如說我幫我兩個女兒的改名 也有一些父母的寄託在裡面 也加入一些典故在裡面 洋人改名簡單一點 譬如說阿莊 生一個兒子 叫做莊神 莊神再生一個嬰兒女 叫做莊神baby 簡單很多 但是當然洋人改名也有很多宗教的意味 或者跟祖先 甚至乎跟偉人 致敬 所以他們願意把名字搞得很重複 亨利可以弄出十幾世 第二宗跟民族主義有關係的新聞 話說在韓國南韓 有一個叫做誠信女子大學的教授姓徐 他抗議炮賽源於中國 八道八科而聞名 他自從抗議完 八道說炮賽源於中國之後 他再一次炮軍八道 就說有一個民族英雄 是韓國的民族英雄 就叫做尹東柱 八道說他是中國人 民族是中國的朝鮮族 他寫信正式跟八道抗議 本身這則新聞沒什麼特別 但是《環球時報》又出來評論 《環球時報》就說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 尹東柱明明白白在中國出生 但是他本人的國籍認同是誰都不知道 事實上現在尹東柱出生地在吉林 吉林有他的故居 而這個故居寫明中國朝鮮族愛國私人 他的生平其實就是如此 他在1917年 在中國的吉林省出生 因為當時朝鮮基本上被日本控制了 所以 他小時候生活的地方主要在平洋 這是日治時期的平洋 後來考到漢城的學校讀書 最後去了東京 在東京讀大學 所以他大部分生活的地方和空間 都是日治時期的朝鮮和日本 但是他在運動中 就是作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地位 就是因為朝鮮有獨立運動 又要脫離日本 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大家知道了 在日本人管治的年代 無論是台灣還是朝鮮或者東南亞 這些獨立運動都是此起彼落的 他最後是被警察郵輪致死的 而他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雖然他的生平是一個很短的人生 只有28歲而已 但是尹東柱 就是生平裡面寫了很多詩作 很多反日的詩 很多是明智的詩 是講民族主義的詩 激勵了很多朝鮮人 站起來要對抗日本 最後戰爭和平之後 朝鮮分別成立了兩個國家 就是北韓和南韓 都奉他為一個民族英雄 他的地位相等於 好像中國的時期 比如說魯迅 冰心 巴金 這些作家的地位 而且他更加 還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啟蒙運動 朝鮮的啟蒙運動時期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現在看八道 就把它列為國籍是中國籍 一個中國籍的人 就是一個朝鮮民族主義國家的英雄人物 這個令我想起 有歷史上一個中國人 視之為英雄人物的人 那個就叫鄭成功 鄭成功 大家知道他父親鄭之龍 在日本認識了他媽媽 而且是在日本出生的 所以他簡單來說 如果根據八道國籍這個概念 你在哪裡出生就應該是哪個國籍 鄭成功是日本出生的 就應該是日本籍了 但是他被中國列之為民族主義的一個英雄人物 在台灣打敗荷蘭人 在台南大園這個地方 打敗台灣人 打敗荷蘭人 然後建立了華人 第一個在台灣的政權 自此之後 台灣就是所謂列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其實很坦白說 在那個年代根本沒有國籍的概念 所以強行說鄭成功是日本人 最多說他是日本的混血兒 他雖然也有日文名叫福蟲 但是他是事實上是一個混血兒 而當時根本沒有國籍這個概念 同樣道理 在1917年 尋東柱 你說他是中國出生 但是當時國籍法 根本還沒有成立 所以你說他是中國出生就是中國籍 八道這種說法當然是不對的 但是 八道也是由人去寫的而已 雖然他跟維基是有相似的地方 維基是人都可以改的 八道不是人都可以改的 八道改完之後 還要很嚴格的審批才可以 那麼 正如李小龍一樣 李小龍是在美國出生的 他是美國籍的 但是 很多中國人、香港人都視他為華人的民族英雄 你最多說他是海外華人的民族英雄 但是他事實上是美國的一個英雄人物 美國籍的一個重要的影星 但是呢 李小龍出生的時候 已經美國有明確的國籍法概念 但是穩東柱出生的時候 中國還是北洋軍閥混戰的年代 根本沒有所謂的國籍法 也沒有一個完整統一的國家 所以列他為中國籍的確是不妥的 這裡讓我想起另一個人物 就是孫中山 大家知道孫中山是香山縣人 當時有一條村叫翠鏗村 我自己去過很多次 孫中山的翠鏗村 香港我也會去翠鏗村喝茶 翠鏗村出生的 但是孫中山的國籍到底是什麼國籍呢? 他是美國籍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孫中山要在美國活動 但是美國已經立了排華法案 他沒有辦法順利入境 所以孫中山有一個哥哥叫孫薇 長期在檀香山 就是夏威夷經營生意 後來夏威夷被拼入美國 被吞拼入美國 結果孫中山虛報自己的戶籍 說自己是檀香山出生的 所以順理成章 孫中山是拿了美國籍的護照的 所以孫中山到底是什麼國籍呢? 我看八道八科就說他是中國籍的 無疑他真的在中國出生的 但是他透過用欺騙的方法 就說自己是美國出生的 所以他理論上、法理上是拿了美國籍的 但是八道在這方面仍然寫他的中國籍 如果你問我 由於最後美國政府沒有褫奪他的美國籍 所以他是雙重國籍的 他是中國籍和美國籍 但是這樣寫下去八道又政治不正確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說不承認雙重國籍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認為這些都是 用來開玩笑就可以了 實際上這些狹藍的民族主義 譬如說Angela Baby改名這個問題 或者尹東柱爭奪到底他是韓國籍 還是中國籍呢? 也是異議不大 因為在那個年代根本沒有國籍概念 他生活的地方根本就是在日治時期的朝鮮和日本 但是他的民族身份認同 他作為一個推動朝鮮獨立戰爭 獨立運動的人 當然就是以韓國為一個身份認同 所以你說他是韓國籍、朝鮮籍 才是合理的 所以過分的偏執的民族主義 實在上是於思考 於我們理性生活 當此之勢實在是沒有益的 所以人民主義必須要蓋過民族主義 才能夠真正做到理性的思考 獨立的思考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